大家好,我是Mr. Munso, 今天會是大家講HKDSE 2017 Mathematical Score, Paper 2, Session B, Question 47 稍後會處理Linear Programming的問題,所以就有一點前置置式告訴大家 我們很多時候就告訴大家,X軸其實就是Y等於0的橫線 而我們的理解就是Y軸的部分就是Y大於0,正Y軸 負Y軸就會是Y的數值就是小於0,好像沒有說過話 把線扭歪一點,不用Y等於0的線,就用Y等於MX加斯的線 也有這件事發生的,就是上半版,黃色的部分就會是Y大於0,或是等於MX加C 因為我用了實線 下半版就會是Y小於0,或是等於MX加C 原來我們會分上下半版,即是Upper Plan和Lower Plan的概念 用了這個,我們就可以進入 第37條,首先它給了3條的不等式 我們由於不斷和Y比較,所以我們就轉向Y做主項 OK,逐條逐條看,Y等於9就是這條線 如果說Y小於9,我們就向下,就是Lower Plan 即是向下指這裡 OK,第二條線,Y大於X-9 Y大於9就是向下指,OK 上指之後,另外做一條,上指就是Upper Plan 另外還有一條線,就是Y大於X加9 Y大於X加9也是,Y大於上線 OK,上線就是Upper Plan 這樣就會組成了一個Constrainted Region OK 好了,首先我們當Y等於9的時候 我們先找出2點 2點很容易的 0,9 以及18,9 就是A,B的2點 好,另外呢 另外呢,就把2條線再找到它的膠點 即是,藍色線和橙色線 那些是90來的 我們就把3點放進去 由於我們要找到這個極大值 即是說,The Greatest Value of X-2Y加43的極大值 OK,那我們就,假設了X-2Y加43 就是一個叫2元函數的 Function of 2 Variables 我們把這幾個頂點放進去 原理上都找到極值 我們把這幾個頂點放進去 當達到90那一點 就會出現了極大值52 這個叫做代點法 OK 推線法很難會在公開試 考到你推線法 只是畫圖都畫到你哭 OK,那看回八頭公女畫 2016年的第35條 當年呢 都是要你學會玩Upper Plan Over Plan 亦都會有些Point and Intercession要你處理 OK,有興趣可以看看 接著 咦,仍然是 這個還是那一條繼續落的 好了,接著是2015年那一條 就是這樣的模樣 2014年呢 處理就是這個模樣 OK 都是在玩Upper Plan Over Plan 今次還有一個Right Plan 因為呢 就是在說正X屬那邊的 好 由於他當天呢 就牽涉到這個頂點的問題 所以我都放了頂點的 好 有什麼問題就找我吧 啊 之前今天送給大家 因為我只能夠教到你一點點的知識 神卻教了你的生命 有緣就在留下市 大家會見 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